欢迎回来发达广场的时间 而我身边的嘉宾 继续都是我们研究部的高级分析员 王维侯先生 Wafi Wafi 你好 这一节和大家跟进一下个别股份的表现 讲讲就是施折330 见到估价来说 今天是升超过30% 这一刻是在做11.88 其实早前是施折方面 前主席是盈利员方面 入股估价来说升了一成 最近今天来说 消息说到之前的配股 其中有份入股 就是中鱼置地124的主席 章崇桥亦对施折来说也有点兴趣 更加叫内地投资者去投资这些股份 做中介人的意思 你问Wafi 怎样看这一宗新闻对股价方面的影响 今天来说 最主要施折收回这个消息去炒作 怎样看这一件事 或者施折公股之后 现在慢慢开始 浮沉公股人士的名单的时候 究竟有什么的憧憬 或者什么可以炒得上来的时候 刚才是什么都说到 今天最主要就是因为 参加章崇桥方面的公股因素 而更加很多的报道说到 其实它更加是扮演一个 搭桥的角色 就是一个中介人的角色 就开始反而在内地方面 着手 叫大户或者基础投资者 继续入股施折 变成有点长好耳末 带头去带走耳末 变成今天炒就是所谓的 少少的一个染红因素 即将来很多内地的投资者 都会继续入股施折方面 去做一个持股的因素 但至于这一点 你说对施折的营运上面 或者基本因素上面 看有没有一个帮助 或者有没有很大的一个因素的时候 我自己都觉得仍然有一些保留在这 因为这样说回 无论之后往后引入到什么人都好 就算先先别说乱一点 只是论朱松桥的入股 究竟对施折实实的营运有没有帮助 自己都觉得比较一般 因为刚才阿玛都读到 朱松桥本身是忠于置地的主席 即是变成一间内房公司的主席 以他虽然实实背景 可能自己不是完全清楚 但以这一刻做的业务上看 其实以涉及服装 零售或者出口类别来说 可能是比较少一点的 所以变成对施折入股之后 就算入股之后 甚至乎真的入到董事局也好 那究竟对营运上面 看有没有帮助 或者对销售层面上看 有没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因素 其实仍然都比较中性一点 反而来说 我觉得如果真的要看施折 未来的前景或者着手力点 来说 可能真的要留意之前 入股盈利元方面的因素 因为这一刻 自从入股一成之后 拿回第二大股东之后的时候 其实现在大家都未知 他来屋做什么 或者都未有做一部消息 看得到 虽然假设最终燃利元 真是回回来 而可能带施折出谷底的时候 可能那一刻才比较正面 所以这一刻 虽然今天有一个明显的上升 但是我始终基本面上 刚才说到的 仍然都觉得 如果跟实质以他自己的业务上看 没什么太大挂抗性的话 今天的升 我几时回到一个炒作 实质来说 其实帮助不是太大 今日方从技术上看 其实今天虽然有一个 跨近3-4% 流上的升波 但是去到10天日天线之后 其实好像有点阻力 慢慢看到 10天线押回来之余 更加这一刻 20天线都是被压住的 所以变成了 离日短线不能够突破 大约12.3这价位的时候 其实很难记得有一个 继续向上稳位的一个形态 反而你说突破不得12.3的话 变相仍然是反方为主 反而下面来说 先看大约11.3 11.2这价位 埃及5、5、5天线 才看有没有支持 所以我觉得 这一刻就不太记得大家追着 反而来说等股价有突破 才考虑去试一试 或者调回来 下回来的 有创定的才能买回 问多一点 其实这个消息也说到 就是张床桥 都会帮很多内地的投资者出手 但是令大家都在想 其实施折日后 有没有可能是转一步 去到内地去到发展 问施折方面的公司 就说到 就是拒绝评论 不说会不会 你又觉得有没有 这个可能性去到内地发展 如果以发展上看 当然大家都知道 现在很多本 以香港本身 做一些零售概念 公司来计 其实近些几年 都去到北上发展 但这一刻 施折才会进入内地 或者慢慢去做的时候 或者发展来做的话 当然比较难 完全去估计 会不会这样做 但如果以我趋势来说 我会觉得 未来才进入 其实比较慢 如果到时 可能都要捱一段时间 以香港业务 或者出口业务 来看 其实这几年才做的 都是比较偏 所以本身 核心业务都做得不太好 其实我会觉得 未必有那么多 遮掏多余的资金 或者多余的人力物力 去做更多的事情 所以短期内 其实未必那么快 会是涉及内地方面 业务或发展来做 所以正前 刚才说 虽然今次有传 引入内地知名人士 也好 但对施折实质 核业务上看 或者背景上看 其实未必那么快 有太大帮助 好 说完330施截之后 跟上另外一只股份 看到1109 华阳智地方面 也有个移动 今天来讲升 接近4% 现价在做20.9毫半 看到有大行报告都说到 云地上个月底宣布了 最终获得武企 住入广西南陵方面 项目55%股权 代价是21亿 见到消息群出现后 大行都比较看好 比较跑赢大士的评级 目标价更加看到23.8 现在来讲做21元也未够 上网空间好像挺大 看得挺好 你又怎样看 当然 前景一向说 内放股暂时不是看得太差 议员园看得比较乐观 或者可以理想的 形容 始终外于 没错 有淡消息 但很明显 现在市场上的看法 是挺倾向好的方面看 所以顾目两个见到 不断传架一些调控政策 或者个别公司的负面因素出来也好 但整体来讲都是向上升 或者走得挺不错 所以这一点 我相信中短时来讲 依然看得比较乐观 如果反过去201边说 688是否一个 109是否一个比较好的选择的时候 或是否会受到 Mac已经说的大行方面的唱好 没有公司的一个注资 有没有一个帮助 当然以现在本身的营运上看 一来有个内地龙头的概念 所以你说这些优势 其实我觉得是一个事实 变相都会看得比较乐观些 而另一点 就是有没有公司的一个注入的时候 变相对它来进行的发展 我相信依然会有个帮助 但如果你有很多时候问到 注入背后引寸出来 会有一个配股集资的忧虑性 或者有一个阴霾的时候 我自己这样说 其实很多内房公司 都有一个负债比较高 或者有一个集资的阴霾存在 但正如刚才这样说 大家看好的方面 是比较多一个淡的方面 所以我觉得这一刻 就算是在高位配股也好 以688至2109本身的优势 或者实施的龙头概念 我相信帐幅度不是太大 或者就算是这样也好 大家都知道背后做的 拿钱回来做的原意是什么 虽然变上不算太太负面 但至于现在追不追过的时候 始终我也是比较安全的计 都是等它一点点整固 如果真的有个再向上突破的空间 才去追 因为其实很多只都在各个位置 都怕未来短期内 会有个调整压力 若然比较安全一点 如果没有追到的话 等它调整回来才做考虑 没错 其实内房股 无论大大小小也好 最近都升了一阵 今天来说仍然得升 整个板块 再跟进下最新的造价 沿岛中海外 升5.5% 现在正在做22.9毫半 华养之地 升超过4% 碧桂园升超过1% 西母房地产 最新报15.3% 升2.2% 库力地产 升接近2% 最新报12.6毫 雅居乐方面 最新报10.7毫 升了2毫 升幅接近2% 合景泰富 升近3% 远洋地产 升近2% 而恒大地产 更加升超过7% 接近8% 最新报4.05毫 月秀地产 最新报2.4毫 升4 升幅来说 接近2% 刚才Mafi也说到 内房股方面可以留意下 后低去到吸纳 其实花旗方面也有报告说到 明年内房股方面 都继续跑人大市 首选是润地和世贸等等 你又怎样看呢 整个办法 如果真的要留意的话 你刚才说可以留意 有哪几只润地之外 还有哪只可以留意一下 其实是 我都觉得 明年依然看得比较不太差 只要来说 调控不是加得太过重的时候 我相信都会对内房不太大打压性 如果你真的要选择的时候 除了润地 当然可以选择之一 因为是一个龙头的公司 变成如果未来下一阵升浪 我相信如果要带领内房去升的时候 它应该是第一阵会升上来的那一只 而以来 如果选择它之外 不断选择 例如六百八当然是另一个选择 因为如果你真的要选择内房 是比较安全一点之余 更加可以捕捉到的升浪 或者质素上看比较理想 不是太有负面因素的时候 一定是调用选择一些 一线为主 如果反而二三线来说 可能是经过下一阵升完之后 才能够炒一些所谓的尾水 才能够试试 如果以第一阵升浪来说 未必是二三线为主 好 谢谢Wafi 这段时间差不多了 麻烦你最后再做个申报 刚刚所说的股份 自己有没有持有 也没有 好 谢谢Wafi 我们先休息一会 十分钟后便会问答 如果大家有什么股票问题想问 马上争取时间 打电话来 204666 又或立即继续电邮给我们 稍后见 ok